hello 大家好 我是维哥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王昭君和吕布配合如何击护小鲁班 这时候吸引鲁班的位置过来 被鲁班被那个王昭君冻住了 然后这边慢慢牢令他 最后被王昭君抢了人头 我们再看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时候是鲁班 现在就是只有一点点血 然后王昭君直接冲过来先一技能 来二技能我也用二技能吸住他 又是把王昭君抢了一个人头 好 这时候就靠我的自己了 这时候六级以后一个大招过去 因为刚才鲁班已经闪现用完 他根本没有闪现跑了 二技能也换缓了 这时候丢了个大招想跑 直接跟他进站站路 这时候鲁班只能跑了 这后翼的大招都射上来 也没有射中他 不过鲁班再怎么跑也跑不掉 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还能往回跑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明示已经被我方后翼震住 震住之后一个大招过去刷了一下 打下双杀 这鲁布当天还是挺爽的 虽然说鲁布的二技能互动被消了 但是他的一技能伤害还是没有消 打起来还是挺溜的 这边又是鲁布 这次还多了一个明示银 还多了一件装备 一个一技能消过去 这边王昭君 已经是可以搞定鲁班了 我们去追击这个明示银 不能让他跑了 最后一下 最后一下被后翼给射了 如果随便碰一下 那明示银就是我的人头了 这边赵云抢主宰 哎呀没有抢到一个大招过去 但是主宰虽然没有抢到 赵云不能让他活 我们再看这边 又是明示银 牵着谁不知道 先上去鲁班在后面射了 我们先一个大招过来 把那个前面的危机解决了 解决之后 我们再看这边 这个 这边的下猴端确实挺漏的 但是遇到这个 遇到鲁布之后 也没什么用 再漏 只要是增伤 打着他也是漏疼 我们再看到这个赵云 是吧 又想跑 就是对方的打野 穿的还挺帅的 但是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是没那么容易的 还敢往回敲 这是捉死人的节奏 一个 其实我这个刚才一进 是换缓的 但是没想到对方的赵云 竟然还往我缓缓相跑 那只能说是命运成就 成就了鲁布 这次是他够倒霉的 最后就剩一个小名了 往往这边拨上去就挂了 就赢了 这个鲁布其实打牌位还是挺爽 我已经悲伤了我的自己 我看你从全千里 只能到山上水尽 你深海的相依